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日会议 继续在北京举行 印度说十个在边境冲突中 被中方俘虏的军人获释 另外据报印度考虑对中国货加征关税 报复今次的冲突 各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 港区代表叶霍迁说 对于其中一项罪行的字眼 有干预改为勾结 不感到奇怪 一连三日的会议进入第二日 当局昨日公布 今次会议加入审议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 有份开会的谭耀宗说 开会期间不会透露内容 要等会议结束之后再说 当局公布的草案 对防范、制止和惩治 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 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四项罪行的具体构成 和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同上个月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决定比较 其中一项罪行 原本的干预字眼改为勾结 新兼本港行会成员的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说 对改动不感到出奇 外国这方面干预 不单是外国在他的国会 或者他的特务机关来到香港 在这方面很重 不单是他还一定要找香港一些代理人 如果出意来说 就是要选害香港的利益 选害这个国家的利益 做出一些这样的行为 就不是只是说 最好就是外国制裁一下 如果只说口说 他预料草案条文短时间内会推出 很大机会 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 再召开特别会议审议条文 但至今还没有消息 他又认为社会可以对港区维护国家安全化 表达不同的意见 但反对整个法例就是绝对不容许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去信全体公务员 他重申公务员不可以进行反对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行为 聂德权在信里面说 公务员有责任在行政长官领导下 落实好国家安全立法工作 以公务员工会名义参与 所谓罢工公投的联合工会行动 会令到外界不以为他们代表多数公务员 令人觉得公务员和政府对着干 对绝大部分一直尽忠职守 坚守纲位的公务员亦不公平 聂德权相信同事会明白 公务员必须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 他呼吁大家团结尽忠 保持特区繁荣稳定 政府罕献委任九月立法会选举的选举主任 今年有别于过往 不再由当区的民政专员 担任地方直选的选举主任 五大选区分别由黄大仙民政专员 出任港岛区的选举主任 纵势区民政专员出任九龙西的选举主任 九龙东就由九龙城民政专员出任 新界西就由沙田民政专员出任 而新界东就由黎岛民政专员出任 内地昨日新增32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25宗是北京的本土病例 北京八日内累积超过180宗本土病例 新法地批发市场所在的丰台区占最多 跌路部门宣布 今天开始由北京搭火车离开的旅客 必须要出示七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而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专友 昨天曾经说北京的疫情已经受控 引起舆论关注 他之后解释是因为北京采取一系列措施 将病毒传播的路截断 他认为在严密防控之下 病毒要传开就非常困难 他强调这个论断是基于科学 而不是盲目推论 他又强调防控工作不能松懈 回来本港 一个16岁少女 管有可用作制造汽油弹的原料 在屯门法院被判感化一年 被告去年9月底 连同其他示威者在天水围张贴政治海报 他被警方搜出可用作制造汽油弹的原料 被告承认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 并意图作非法用途使用罪 裁判官水佳麗表示 念在被告初犯 学校成绩理想判感化 裁判官又提醒被告 如果他管有一个完整的汽油弹 法庭将会判处还压式的处罚 而他的人生将会从此改写 政府今天开始再放宽限聚令 公众地方群组聚集 由上限8个人放宽到50人 亦都撤销食肆的人数限制 食肆每张桌子的人数不设限 不过桌子之间还要保持1.5米的距离 维于乐库的酒楼 不用再用隔板分隔座位 亦都摆放多张大桌 安心了 但我可以说一下怎么会安心了 有市民认为放宽措施之后 会有更多人出街吃饭 也有点担忧 都担心是多了人的 总之多人就不喝了 宁愿看去其他地方喝就算了 就像平时这样 出街戴口罩 手索疫这些都是礼牌的 一样而已 酒楼负责人预计生意会多两成 那些客人就知道这个消息 即刻打了本身订了两天 现在一旦都可以处在一起 开开心身 反应都挺好的 腰龙烧买啊 好啊 疫情下茶楼还是给客人出来拿点心的 但在疫情之下 拿点心之前 记得戴口罩 政府也将公众地方聚集人数 由原先上限的8人放宽到50人 卡拉OK房间、派对房间和健身中心等 上限人数由8人提高到16人 酒吧、夜总会的群组人数上限 由现时的4人放宽到8人 无线电视记者 李慧尔报导 港股今早继续缺乏方向 半日高低波幅不够200点 大市低开近100点之后 早段曾经轻微倒升 但很快又掉头下跌 个别股表现强势 腾讯再创超过两年高位 港交所自前年年初以来 再升穿300元 阿里影业将会集中资源发展内地业务 阿里影业在港股价升8% 本地多间餐厅下个月会推出 晚市七折优惠 加上餐厅限聚令 今天开始取消 收租股和餐饮股有炒作 九仓置业升4% 翠华合铺合铺升3% 物馆股跑赢大市 碧桂园服务和街兆业美股 升4%至5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报244444点 最新跌20点 总成交646亿 看看最活跃港股 腾讯控股升5.4% 阿里巴巴没有起跌 中心国际跌4毫 香港交易所升2.8% 阿里健康升1.75% 水晶科技升2.65% 美团点评跌5毫 中兴通讯跌8毫 小米集团升1.4% 恒指中银一只10月到期的红正 跌0.5% 看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方控股跌3毫 友邦保险跌3毫 中国移动升2毫 香港交易所升2.6% 香港中华煤气跌8先 恒生指数期货 职月系升36点 总成交8万5千多张 盈富基金跌2先 看看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升16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156点 日经平均指数升100点 看看美元回价 日元106.83 英镑1.2433 澳元0.6856 欧元1.1212 全体港元回价 对美元7.7503 每百日元对7.2534 欧元8.6904 英镑9.6359 瑞士法郎8.1539 嫁元5.6983 澳元5.3144 新西兰元4.973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6 伦敦黄金每安市卖卖价 报1727.1 1728.81美元 本港每两九九金报15960元 天气方面 预测大致天晴 下午酷热 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 1点钟气温是32度 相对湿度66% 酷热天气警告现症生效 控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12 强度属于极高 新闻报道员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